一天一章跟Pastor Lily一起读创世纪 爱慕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4章 约瑟再次考验哥哥们 1到6节是平行结构 是约瑟对仆人的两轮吩咐 1到2节他让仆人给哥哥们装满粮食 归还银子 并且悄悄地把这个银杯放在边亚敏的口袋里 4到5节约瑟再次吩咐仆人追赶他们 并且指责他们偷走银杯 7到13节仆人照约瑟的吩咐追上哥哥们 9节哥哥们为表清白让仆人尽管搜 说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 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 第10节家宰说那现在就照着你们说的话行吧 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 其余的都没有罪 这是约瑟给他们一个自保脱身的机会 当在边亚敏的口袋里搜出银杯的时候 13节他们就撕裂衣服 个人把这个垛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 所以他们一同回来面对责罚 14节他们再次在约瑟面前浮浮于地 这是第三次哥哥们向约瑟下拜 第一次他们来埃及敌良的时候 见到约瑟 42章6节说约瑟的哥哥们来了 脸浮于地向他下拜 第二次来埃及的时候 43章28节 于是他们低头下拜 约瑟年少时的梦被一而再 再而三的应验 15节到34节是犹大代表弟兄们 与约瑟的对话 16节犹大说 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 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 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 我们与纳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 都是我主的奴仆 所以我们看见 犹大没有解释什么 他理解是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 他当然不是指银杯的事 他指的是当年恶待约瑟的罪 当年是犹大提议 将约瑟卖给商队 如今也是犹大出面 代表弟兄们认罪 他并没有推出汴雅敏来独自承担责任 而是代表弟兄们与汴雅敏一同来承担责任 他说 我们都是我主的奴仆 而约瑟呢 则再次给哥哥们机会和借口 脱身以自保 17节说 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 谁就做我的奴仆 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 那么接下来犹大就叙述 带边雅敏下来埃及的整个过程 他恳切的为边雅敏求情 也表达出一片牵挂父亲的心 所以从他的话里边我们能够看到父亲与汴雅敏生死相弃的关系 在第二十节说他父亲疼爱他 二十二节说这个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 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 三十节也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 三十一节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 那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就提及自己在父亲面前作宝 他甚至不惜用自己来代替边雅敏留下为奴 三十二节说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宝说 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 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 三十三节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 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 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 三十四节说若童子不和我童去 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 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 这个誓言可以说对哥哥们来讲是最严峻的考验了 他们面对的是在埃及为奴的危险 然而他们并没有丝毫的责备变亚民 更没有放弃变亚民以合理自保 他们甚至没有为自己辩白什么 他们也没去思想分析是谁在陷害他们 而是借此被冤屈的事来反思这是上帝的责罚 并且坦白认罪甘愿受罚 可以可见以犹大为代表的哥哥们生命的改变 他们从之前的嫉妒谋害弟兄 到今天的弟兄一同进退 他们从之前的不顾及父亲的心 而以约瑟带血的彩衣来欺骗父亲 到今天他们宁愿自己受罚 也不愿意让父亲伤心 给大家一个灵修的亮光 哥哥们在冤屈的试炼中不自便 不自保 而是自省认罪 那么你如何的面对曲折委屈呢 安静在主的面前 寻求和体会神的作为吧 愿主借着他的话赐福给您